不如你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用完之後有什麼感受 我覺得非常適合香港用 因為尤其是現在夏天黏黏黏 天氣令你很不舒服 這個新的Smoothing Cover BB很清爽 塗完之後你會覺得臉很舒服 尤其適合現上的瑕疵有毛孔 塗完之後立即不顯現 很滑很乾淨的感覺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請Gary即時用Smoothing Cover BB 示範這麼漂亮的妝容好嗎 我們剛剛做好護膚 其實非常易用 用手指塗就可以了 而且份量很少便可以 我喜歡在手上輕輕地抹開它 然後可以放在上面 也是輕輕地抹開 它的顏色很通透 所以這個顏色讓任何人適合用 那顏色就幫助 Stir Herz 來改善好色 好的 然後到鼻高 睇了在眼睛 眼睛 我們可以塗一點 好好令我們均勻一下 看上去膚色 接着往上边 轻轻地抹开它就可以 而且它塗开了之后 你会看到立刻的质感 是很干净的 不是塗完之后 你会觉得很闪很油的 所以就不怕 有一个被人觉得出了油的感觉 很干净 你看看我刚才用了很少的份量 已经可以将皮肤的颜色 全面都够了 很牙齿 毛孔都不见了 这是第一个步骤 如果皮肤很漂亮 抹开它就可以了 但如果有位置要遮瑕 例如黑眼圈 不均匀的肤色 甚至雀斑 我们可以多拿一点 好了 这次的方法就不同了 先开它 比如我想遮瑕眼圈 我就用印的方法 这个叫layering的方法 放多一层上去 就可以增加它的遮瑕度 是否很方便呢 再印多一点 再印多一点 有需要遮瑕的地方 放多一点 那其实呢 比起平时 我们要用很多步骤 做传统的粉底 又要填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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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省了很多功夫 还有呢 我经常跟别人说 皮肤越少层的 产品在上面 就越好 这一个薄薄的 产品 又帮你护肤 温暈膚色 还遮瑕 还放晒 非常之好 好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今天 这个夏天的妆 我今天这个妆的主题 就是一个大眼BB妆 我擦完之后呢 眼睛会看上去很大 那首先呢 画一点点眉 眉毛很淡色就可以了 因为focus在眼睛上 掃一掃 千万不要画得很淡 我常常会教学生 眉毛 要用这个眉毛擦 擦松的 现在不流行一些 很实的眉毛了 那接着就可以上眼睛 那今天这个眼睛 都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那我就是选了一个 呢 Gel状的眼睛 就配上呢 这个底妆 要标榜一个 很透明很自然的感觉 那眉毛眼了 那就放在双眼皮的位置 那Gel状的shadow 这边跟powder的不同地方 就是呢 它会特别通透 和闪亮度特别漂亮 粉状没有那么闪 而且它会持久一点 那自己在家用手擦都可以的 非常之方便 那但是Gel呢 原来跟Cream状的有不同的 Cream状的那些呢 会太过油了 那两下眼就会有一条 摺线在那里 那Gel状 所以呢 我就会觉得 適合香港的女孩子用点 不会那么容易 有那条呢 摺线在那里 多漂亮 好 那我们不要忘记呢 避免在下眼线的地方 用这个Gel状 来做下眼线 整个眼角都可以的 好了 那接着呢 要加上一条 黑眼线 眼线够sharp的 那我们呢 现在就很流行 很难 看上面 前内眼线的 那我们呢 前深色一点 都不怕的 那和你想下眼线 持久一点呢 你学我这个方法 左右左右 把色 拆入 睫毛和睫毛之间的空位 那就会持久一点了 如果你把内眼线呢 斩两斩 就不见了 那条线 但是呢 一筆过呢 就不会那么实正的 用左右左右移动的方法 拆入 睫毛和睫毛之间 好 插了眼睛 好 跟着先做上眼线 上眼线呢 可以拉长一点的向后 今年都可以允许一些 长矫一点 女人味一点的眼影 我们先看看 对了 那这个黑眼线呢 和紫色眼镜呢 是非常之搭的 那因为呢 今天要就一下影相的效果 我想加强一点的立体感 我再用powder呢 加深这个紫色 而这个紫色呢 我只放在眼尾的位置 那这个妆呢 比较大一点 那平时出街呢 还是用刚才那个gel shadow 就够了 那就放在眼尾 我也是在眼尾上 我们开眼了 对了 向后呢 拉长一点的眼影 如果去到冬天呢 其实呢 还要长一点的那个感觉 那和呢 因为紫色的眼影 原来呢 如果在我们东方人的皮肤上面呢 紫色是可以令黄色的感觉减少的 那所以看上去呢 会白正一点的 好了 好了 眼色长了很多了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做一点点胭脂 那胭脂呢 就不用太过深色了 那其实呢 做一个很透的粉红就ok 因为呢 这个妆的主角呢 大眼BB妆主角就是 一个很透 很干净的skin tone 和一个很sharp的眼睛 那所以胭脂呢 我们淡淡地做一个呢 很soft的粉红色就ok了 而最后呢 加一个呢 很sweet的粉红 唇彩 也都不需要唇线的 透一点的 那就完成了 比较sweet skinless 但是眼睛呢 就是比较sharp的 而且很容易控制 哇 妆真的很漂亮 我近期望呢 是零无孔的 所以呢 很厉害的 所以呢 在这条约里面 这是零无孔的